很感激有这么好的一个老爷车社长 让我能够在这里实现我的梦想 实现我对老爷车爱好的收藏的一个梦想 从小开始的 那小的时候我们中国女孩子 并不知道什么是老爷车 后来慢慢地喜欢安提克的东西 喜欢这种古董的东西 古董珠宝什么的 后来慢慢又喜欢上了古董车 第一辆应该是加瓜 因为我相信女孩子应该都很喜欢加瓜的流线型 所以收藏了第一辆之后 这个就上瘾了 就一发不可受 就开始关注这个老爷车的这些讯息 所以爱上了 在中国有很多女孩子很喜欢古董车 喜欢老爷车的 作为中国人老爷车文化 实际上是很需要我们去推广的 我很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身处 这样的一个职责 就是希望能在中国把老爷车推广开来 因为原始滩的老爷车展在全球是很有名的 在别的国家是很你看每次老爷车展的时候都是莫名而来很多国家 那唯一就是缺乏我们中国人 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 要让大家认识到爱上这个老爷车 就先首先让大家要来到老爷车展 去感受老爷车 我汽车文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希望多一些中国人来参与 学习很重要 学习就是需要一个时间 这是第一次 那我相信不是最后一次 我希望每年都有作品带来 就是带来我的作品跟大家去分享 因为其实老爷车车展是 老爷车盛会实际上是一个交朋友 用汽车去交朋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地 它像一个 我觉得它很适合老爷车展 它好像是一个被海风 被阳光磨练了很久的一个 很健硕的老人 你看到这么多 你发现我拥有的还太少 应该再继续地 在这个收藏老爷车的这条道路上 我们才刚刚起步 我觉得学习也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一直玩老爷车 或者是收藏老爷车到我很老很老的时候 我才刚刚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